欢迎来到多伦多 这边就是说是多伦多的时代广场 时间最长的一段时间去说 嗨 今天好 我是阿通 这是加拿大的多伦多 这是我第一次在多伦多 就是市里边比较中心的地方 我期待视频当中呢 我其实是想来看一下 现在加拿大在多伦多 能不能发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因为之前大家都觉得加拿大跟美国挺像的 但是我觉得每个地方都是有比较当地 比较特色的一些东西 所以今天本期是否能让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我在这边的一些发现 首先你在游进加拿大之后 经常能见到的就是除了英文之外 还有法文 然后就包括坐地铁坐公交车的时候 经常他也会能听到英文之后 然后能听到法文的提示 首先来说一说 对这个多伦多的第一印象 就是跟纽约比起来的话 感觉这边的很多东西都非常新 不是相对而言 其实完全可以说 忽略掉你看到的人 看到的标牌 其实这跟中国很多地方并没有什么区别 这是那边的铁轨 就是这边的出租车 这是一张当地的分交车 这是一张当地的分交车 那边的分交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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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特别想上去试一下 这个特别想上去试一下 这个是买一张当地之后 两顿之内就可以 订阅一下公交车 订阅一个电车 两顿之内就可以 可以转车 这边的一些情况 这边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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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好像是到了中国城 这个体验我觉得真的挺新鲜的 非常新鲜 然后那边就是走过那边 可以看到就是这么多的这个电视 这个在很多地方 比方说美国 尤其是纽约 应该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种 对我来说 这真的是非常新鲜的 在这样一地方 感觉有点饿了 要拿一份这个生电包 感觉这边就是这个物价比较起来 好像比纽约要便宜一点 在这边包子 有的就不够一块加拿大圆 还有的就 大贺证币就是三四块 人家在这样一个地方 很贵的一个物价很高的一个地方 就是这边包子什么的 小点心都挺便宜的 在这边买的生电包 这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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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 加拿大圆 但是这个是 加拿大当地 产的一种饮料 就是 类似 雪碧 但是 感觉比较测一点 这边是 顺便说是 那种姜 做的一个料 在东东哥是去吃个冰箱的 就是据说在东东哥当地一个 非常有名的一个地方 就是 帽 小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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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是一个文化美食 不管你是亚洲 东亚 南亚 西亚 北亚 东欧 东欧 北欧 西欧 或是拉美各地 你可能在这边找到一个感觉的 灰熟感 或是说很亲切的地方 这条街是叫做央阁街 这个 我觉得这个翻译 我不知道行不行 世界最长的一条街去说 在博伦多的这个第一天 随手一拍就是一个加勒比的那种拍 或者说可能最终一拍拍到一个成都的 就是非常非常暴动 我觉得就是 世界各地就是未来的可能种趋势 各地的东西都越来越高了 也许当我们各地的交流越来越密切的时候 欢迎来到多伦多 OK Ready? 3 2 1 欢迎来到多伦多 我是阿聪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内容 在屏幕的下方点赞或转发 将是对他最大的认可 如果你对我过往80个的经历 以及未来更多的行程有更多的兴趣 非常欢迎在各大平台继续关注我的频道 目前我依然在环绕地球第二周的过程当中 你们的关注也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和支持 我们有个相当的东西 我们有个相当的支持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